现在差不多完了 看看真的太阳 还有一点 这个不谎言 这个可以全是太阳的时候就可以盯着它 就盯着它看 对呀 眼对眼 然后看谁先找 太阳长了一下眼 就差左下角 被那个2给挡住了 被这个0 上次去看了去年还是前年的岳泉石 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看不太清 在哪看的人 就是在南边那些山里 我也去了 满天都是云什么都看的人 但是你要多等一会就云就看散了 是是是对 等到最后我们先回家了 那是全时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全时 但是反正就是 我们对是月全时 但月全时的时候就云 我们看的时候是一半 但也能看得到那个橘红色的 还挺好看的 我就根本没印象 我看到任何东西 我也是跑到山上去了 对对对 我还记得那天特别冷 记忆不是特别清楚 然后我们约了5个同学 然后有3个同学迷路了 直接就回去了 发了一个GPS转 就两个人到了 发现GPS在没有月亮的情况之下不work 判断一下是不是还有一点 得有专业设备看才好看 我觉得月亮 要不然就太暗了 月亮了 就是他们都有那单反相机 然后就拍得还挺清楚 我们用肉眼看就是淡淡的橘红色 也没有很特别 那就是单反相机 他里面做了手脚 让真的东西看得不真实了 他可以捉迷啊 然后最后显得好看一点 然后 对我就拿这个看的话比较好看 对这个挺好 对 拿这个看的话就跟那个颜色一样白白的 我回去再拿调色板再这样上上颜色就行 就差一点 晚五分钟也可以 那后续呢 你OCE有什么后续工作呢 后续 哎呀 就是困难重重啊 那个automation还没有写呢 那个automation就试图写了 你还要写automation啊 要不然怎么办呢 要不然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也得下一些command才行 是吧 就是CLI我写好了 但是 那个 但是就是 那个 因为他这一次是SZ的controller 然后tellnit它不是原生的 然后就不不容易那么 就不容易直接tellnit进去 然后现在有个workaround 但是workaround的就是不是每次都成功 就14里一次成功 就很难受 然后每下一个command 然后我们 我们要退出的时候 他还要问yes or no 你还得说期盼着每一个command 打完了之后 再说这检查有没有意思 直接上AP呢 直接到AP上去控制呢 对啊 你有几个AP呢 最多就两 up to两 其实去AP上去控制吧 应该也可以 但是就是那个SSID啥的可咋办呢 怎么讲 configuration 怎么setWLAN呢 哦 这就不好 能事先就set它们好 能啊 那当然能啊 但他如果有很多不同的WLAN的话 这个 其实我这次测的都不需要Oconvention 因为packing injector的话 它其实就是打probe request 我们会response 所以这我们主要broadcast的那个SSID SSID就行 所以我都没有用啊 很没事 所以还都挺方便的 哦 但我就是怕最后一次他要求这样 可是有一个好 对啊 当然是 那你就得 计划一下 也得有有个好的策略啊 对 你要configure 不过我在想 因为我们不做testby 他们是不是要求没有那么严重 我不知道 不知道 这个弄清楚是requirement 对我们真正的requirement是什么 就我们真的该做什么 嗯 这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在那个SZ上 先设好了各样各种各样的zone 就是根据它的test case的话 先把各个zone都设计好 每个zone的WLAN的话也都设计好 到时候的话只是把那个AB 从一个zone到另外一个zone 然后另外一个zone 这个减少步骤 但是你要去目标它fromzone 如果用zone的话还得去SZ上可以做到 嗯 对 没事 他们的stuff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时间 我们的stuff有时间 嗯 那我们也可以就是menu的测试 就是这样 嗯 他只是这么说 嗯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他们的stuff 他们的stuff 他们的员工啊 他们的stuff 哦 他们stuff能怎样 因为最后不是还得给他们拿在手里做一些测试 是 就不能说我们在那测试 对对对对 就是如果他们就说他们也不会说百分之百不接受 但是就是说stuff呢discouragemenu testing 但是就是说stuff呢discouragedmenu testing 但是就是说stuff呢discouragedmenu testing 哈哈哈 他们想无脑一点 他们想无脑一点 discouraged discouragedmenu testing 哈哈哈 好该了 下班了下班 都出去了 我觉得差不多了 最后还 我觉得 我觉得这已经是其中了 我觉得这已经是其中了 还有个百分之一啥的 你觉得是吗 我不知道 哈哈哈 现在就是一个正常的态度 啊 然后越能看得见吗 现在就是越来看不看得见 现在不可能看得见 哈哈哈 不知道怎么看法 哈哈哈